欢迎回到新台湾新光大道 刚刚谈到了蔡英文今天的竞选总团队大势底定 同时呢三个天王苏游蟹都在这个名单当中 哇都有很大的这个职称在这边 好那之前也谈到说这其实是无奈人 我真的是可以说是用心良苦 把大家全都找起来 好今天呢可以呈现出一个团结的气势 每个人都说呢自己会全力的来为这个蔡英文服选 而同时呢也之前还提过说了 如果要这样子打赢2012选战 还有立委选战的话 好包括了四天王旅游苏屑 都要列入所谓的不分区的名单当中 而且有些就要在这个什么边缘名单当中来冲气势 好这样子一个整个布局包围 好这旅游苏屑四个天王 他们过去在这样的位置 现在可以在这不分区的名单当中 真的是可以有这个可能性 让他们还有人会在边边脚脚的位置 让大家来冲选旗 这个考量是真的有可能存在的吗 这光晴怎么看 其实在不分区里面 在安全名单边缘押阵 那个为什么要这样做 其实就是说有些选民他们就说 啊那我们再让苏贞昌进立法院吧 再多一点点 对再多一点点 所以我们是不是 呃再拼一下 所以他们是希望这样做 可是你摆多了就没有意义了嘛 尤其是我们讲的苏屑旅游 我觉得游跟旅可不用考虑了 那主要是苏摆进去 的确像刘大哥讲的 他意义是很大的 那谢呢在这个地方有人在讲说 他是不是吃了一下苏贞昌的豆腐 因为反正是输在这个名单里面 他是比较重要 你摆个输在安全边缘里面 他就有那个效果 那谢说没有关系 让他排前面一点 我来压阵 我摆在他后面 意思说我比他够那个压阵的实力 那你往前面一点 搞不好你进立委 给你立委给你当 我觉得这某种程度 现苏贞昌于不义啦 因为苏贞昌开始就说他不要去争这个 不然的话很多人建议给他摆不分区第一名 龙头也可以带动啊 大家会无限的想象说 他会不会去进立法院 以后如果 预认选得好的话 再合纵连横一下 是不是他就可以争临龙头 跟这个国民党一较高下呢 那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确像郡蓬讲的 就是说这个名单里面有 虚虚实实 实实虚虚 有名装有暗装 那主要就是说 吴乃仁他的这个老手 他是那个幕后军师 这真的是很大内高手 那再怎么样的话 你讲说苏跟谢 或者其他人 他们要卖吴乃仁面子 其实相对来讲是卖蔡英文面子 就说这个人情是做给蔡英文的嘛 那这场选战里面来讲的话 不管副手怎么摆 就像我们之前分析 马英九选择吴敦云做搭档 那未来我们会看说 蔡英文选择谁做他的副手 那不管怎么样 副手尘埃落地以后 大家还是看两大天王 他们怎么打这一仗 包括马英九包括这个蔡英文 其实他们才是主系 不过从这个 不管是选战这个结构里面 还有这个部分区这个摆设上面 你可以看到蔡英文 他在民进党里面 所谓的蔡英文时代来临之后 他有没有那个能力 掌控整个党内的 不管派系斗争 或是大佬们的这些心结 跟他自己的关联性 我觉得这一局 他是做到这个共主的这个角色了 所以我是觉得重心拱月 他一枝独秀 那就看未来就是说 这几个大佬是不是有个分工 因为你什么总督导 组委 什么总支辈 那个实在是太多 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你最好是无奈人再把它细分 大家有个分工 有个角色分工 这才是他下一波 要做的这个 才能死命必达的一个任务 好 我刚刚光婷点到了一个 现在蔡英文是党内共主 而之后呢 是真的能够来教动每一个人 都能够来 让每个人都有他们很好的分工 用全心来为他打选仗嘛 不过民党也有一些大佬 其实对蔡英文是有一些意见的 我们举个例子 就像是包括之前的陈唐山 他就会觉得说 现在党中央呢 就等于是说被全谋集团把持 而且他说呢 蔡英文是等于是派系傀儡 被一些周围的人包围 其实他没有办法看到真正的真相 或者是有些状况是没有办法协调的 而他为什么会讲这一句话 就是因为之前的王定宇 他退选了 而为什么会退选呢 这个矛头又指到谢长廷这边来 让谢长廷也很委屈 好 到底怎么回事呢 好 就当时呢 王定宇宣布退出提名的时候 引起很多的支持者不满 而其实正反意见都很多 谢长廷说 他说我实在是都没有讲话啦 但是却有人影射说是在派系操作 他觉得很委屈 好 因为呢 这个谢长廷跟另外一个 本来王定宇的竞争对手李俊逸 是很友好的 好 他说如果我可以影响 当时中平会的决定 又怎么会让我的好朋友 立委李俊逸遭到情权 敢说的人就请你说出个名字来 看看开会的时候 是否有人在主导啊 谁又是派系啊 好 谢长廷的这一番话 他觉得很委屈 不过在从当中 是否也可以看得出来 真的是谁在操控这整盘棋呢 邀老师怎么看 与其说是被派系操控 不如说蔡英文在处理派系的平衡 还蛮成功的 甚至于让我想起以前 金国先生一句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测试啊 这个说过金国先生怎么去控制派系 在立法院座台会派跟CC派 他长期永远不让一方输掉 那就可以使得他可以永远当家做主 那现在我看他处理谢跟新潮流 跟苏贞昌 我觉得他有这种味道 让重心能够至少对他这个蔡英文的角色 跟主导地位不会挑战 所以在不分区的名单上来讲 或者在区域有些批判也好 我觉得这方面恐怕是派系在蔡英文的主导之下 慢慢会出现一个派系平衡的现象 我提醒一下上个礼拜 或者上个礼拜之前有一个余天开记者会 余天本来是呼声很高的 不分区安全名单内 可是忽然大张旗鼓地把所有的人都朋友叫来 来拱他 这个背景应该大家很清楚 这个心理因素 因为当那些派系互相平衡的结果 当然原来没有派系主角的地位的余天 他的名次就一路就会往后掉 如果还加上苏贤这种还要压阵 男生按照我估计 民进党男生最多就分到八席 因为我给他17席好了 女生也必须要占九席他只有八席 男生八席扣掉两席压阵的 前面必要的已经去到了四席 那中间几乎只剩两席了嘛 两席三席 所以几乎派系 你把派系各代表人物 往里面一插四个人站进去 再加上蔡英文自己要的一定要的 自己的人叫萧美秦霍等等 他剩下没有别人 他之所以会这么有把握的把其他人给一路一路挤压下去 就是派系平衡 也就是每个派系都有自己成功的跟失败的 没有完全被剿灭的 这样子你这个派系就会跟派系继续斗争下去 蔡英文的地位才会稳固 所以我看从不分区名单现在透露出来的讯息 我认为蔡英文所主导的不分区 应该至少当然也有无奈人在里面 在工作可是应该是 算是一个蛮成功的一个平衡 像我怎么看 这是成功的一个状况吗 尤其现在是还有一个现象 是像不分区名单当中 社会组跟这个政治组 其实两方的人选起来一些角力嘛 那如果说要端出一个蔡英文 希望端出一个很靓丽 很清新的一个不分区名单 但是很多是所谓政治色彩的 一些不分区的人选 他们势必可能有些得填到 这个社会组的这个洞当中 或者很多这样的一个现象 就是香楼怎么看 这个不分区的状况 这是真的是派系的运作 然后掌握 然后蔡英文完全都了 也完全知道该怎么做吗 我觉得蔡英文当然了 但是她不知道该怎么做 那这一次的选举 因为二合一 总统跟立委绑在一起 这是中华民国史上面 一定是最重大 同时也是竞争最激烈一场选举 就是每一个21世纪 下一个世代的人 在政治上面 如果有期待的人 都必须要全力以赴 但是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要把旅游书线这些人 百经不分区名单里面 去冲票 就觉得这个政党真的老了 老是玩这种老梗 就这个梗多老啊 当年就是说宋进立法院 那个宋是宋所谕的宋 就是宋进立法院 已经他都已经玩烂了嘛 而且玩这种梗的都没有人成功过嘛 那我觉得你老头子就老头子嘛 你们今天都已经是个派系老大 每个人其实看看你们在 在舞台上面表演 每个人都知道 其实你们把你们派系的利益 看得比党的利益要来的更重要嘛 就是把派系的胜败 看得比党的胜败要来的更重要嘛 那装模作样就好了 但是不要把它变成是真的 那我也不认为 就是以民进党目前的生态来讲 他的不分区的名单当中 还能够开出什么漂亮的名单 漂亮的像 像之前我们讲那个 卷入到DHP的那个部分区里 黄淑英 黄淑英当初百姓 他也很漂亮啊 就很清新啊 来自社运啊 民进党每次要漂亮 要清新就从社运里面 挖一些过去他们 他们在外围团体的人进来 我不认为那不可以啦 可是经过了一些时间的讨练之后 那真的很清新吗 那还是某一种的政治易容术之后 其实他基本上 仍然是某些利益团体的代表 倒是谢长廷在面对 陈唐山的质疑的时候 陈唐山的质疑 因为陈唐山毕竟是在地的台南人 八年的县长 那虽然没有自己的派系 可是在地的声望够 他对于在地的台南的生态 是了解的 那他会去点 就是说谢长廷 也许谢长廷被点到了会不舒服 觉得说陈唐山要不然你就讲出来嘛 谁嘛 谁在这样子一个中中民会当中的 谁在主导嘛 那谁在里面呢在操弄嘛 叫陈唐山讲出来 出来一口 但是我记得 就说 这几个字大家应该都记得嘛 就是谢长廷的政治生涯当中来讲 最有名的阴谋论叫毁泻食人小小组 这么多年来我们都叫谢长廷说 不要十个你讲一个 让我们知道说到底到底谁要毁灭你 谢谢长廷 而且阴谋在背后呢 经过了非常长时间运作 就是要摧毁谢长廷的 那个毁泻食人小组 你讲一个 明南话说 看一看你放一口 给大家乒乓一下嘛 给大家知道到底是谁 这么久都也没有啊 那换句话说 你当你玩阴谋论 也玩得很高兴的时候 到处扣帽子的时候 不管真的假的 被你扣到没有帽子的时候 大家也要点点 因为好像要对号入座一样 所以不用太在乎这些事啦 陈唐山就在地的观察 当然有他的一些思考 不过基本上 他贴近于大家目前 对于谢长廷在蔡英文身边 在党中央所扮演的那种 迎武者的角色 也就是说除了蔡英文之外 除了新潮流之外 谢长廷其实是在民进党 有派系力量的支撑之下 最有实权的政治人物 这个大概没有问题吧 好 所以在蔡英文周围呢 其实还有很多的影响力 是会影响到他未来的一些决策 还有一些决策的判断的 而不过呢 在他们宣布了这个竞选的架构之后 在前几天马总统跟吴敦义 他们的马吴佩也正式成型了 而在接下来 这两方的正式 声势又如何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讨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